虽然民主党可能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 但是在参议院形成两党拉锯 这对接下来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有哪些 交给记者彭慧云 好 这次美国其中选举的结果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确定 因为还有几个州的票还是继续在开的 那么但是看到现在大致上呢 原本预期的共和党红色浪潮是没有出现的 那么先带观众朋友来掌握一下掌握的最新结果 包括是在众议院方面呢 共和党这边是获得了207个席次 那民主党这边是189个席次 那还没有决定的有39个席次 但是在众议院方面呢 这个地方已经确定是由共和党会拿下的多数 也就是这个共和党的领袖麦卡席 就准备要再接任议长的大位了 那在参议院的部分呢 来看到共和党是49席 那民主党是48席 还没有确定的有三个席次 那这三个席次非常关键 因为就左右了共和党或民主党 谁能够拿到51席成为参议院的多数 所以这个部分是还很关键的 但是呢可以看到呢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红色浪潮没有出现 因为外界预期 共和党原本应该拿下更多的席次 他们应该表现的更好 但是为什么没有表现的这么好呢 党内在抓战犯 那第一个被检讨的就是前美国总统川普了 因为川普呢这一次是非常大力的辅选 他想要发挥他的影响力 但显然呢这些影响力没有办法转化为选票 所以选民的支持度是不如以往的高 那他说那川普怎么说呢 他在推特上说 虽然某些方面令人失望 但是他认为在他个人方面 这还是一场很大的胜利 因为就他统计 他支持的候选人有216位都胜选了 他还说这个是史上最好的成绩 还有谁可以做到呢 所以呢针对外界质疑 他说会不会改变2024的参选决定 那川普就说了 他们既然都做得这么好了 为什么要改变呢 那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总统拜登这边 他似乎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目前看起来民主党是守住了 所以他说红色浪潮没有发生 但是他要面临的是 共和党还是把持了众议院 这有代表着法案的推行上面 拜登的面临的反对的声音会越来越多 所以他说他已经做好 和共和党合作的心理准备了 会维护民主 但是哪两个方面 可能会遭遇共和党非常严峻的挑战呢 第一个就是在经济 还有一个就是要来尊杰政府的支出 这两个方面有可能是共和党 比较会来施压拜登政府的地方 要关注的现象 还有美国国会 民主党拉丁裔的支持度正在下降 会造成哪些影响 慧云 红色浪潮没有发生 但是民主党的蓝色提拔 是不是也逐渐的在崩塌呢 因为呢来看到美国的分析 有这个自由派的人士预言说 其实随着美国拉丁裔人口比例的增加 他们比较倾向的民主党会稳定成为多数的政党之一 那蓝色霸体就可以来对抗共和党的红色浪潮 但是现在在这几次的大选中都看到了 其实拉丁裔选民的 在对于民主党的支持度是流失的 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这个摇摆州里面 这个迈阿密戴德县呢 就被认为是民主党的传统票仓 因为这里拉丁裔的选民很多 但是在2016年的大选时 西阿蕊在这边输了给川普两个百分点 当时他的得票率是63% 那到了四年后拜登输的更多了 而且得票率也掉了10%左右 那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呢 可以看到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 不管是参议员还是州长 在这里都赢了超过10个百分点以上 那以全国的规模来看 这个拉丁裔对于民主党支持度也是下降的 到了现在呢 已经掉到56%和四年前相比 已经少了10个百分点了 那拉丁裔选民注重的是什么呢 经济工作他们的就业机会 还有小孩子的教育 所以也代表民主党可能在这几个地方都是失分的 外界也好奇哦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 如何回应接下来的美中关系 在这给慧云 美国的其中选举也是美国重要的一场大选 那么其他国家怎么看呢 包括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表示说 中国大陆不会多语评论 因为呢其中选举是关于美国的内政 要由美国选民他们自己投票来决定 中方不会评论 那中国大陆的立场是什么呢 他们说立场向来都很明确 就是要追求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他们希望说美方和中方要相向而行 找到新时代的正确相处之道 还特别强调就是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那么另一方面呢 俄罗斯同样也是不以置评的 他们说呢不管是哪一个党派 掌握了国会多数 对他们来说好像对于美俄关系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